每逢假日塞道爆的国道五号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高公局跟宜兰县政府拍板定案 农历春节的时候要延长国道五号免收费时段 从二月十八号除夕到二月二十三号大年初五 晚上的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八点钟 北上车辆免收费希望能够疏解车潮 不过学者担心离风时间到早上八点 这可能会强碰到早上尖峰时段的出游车潮 让国五变更塞 假日上国五上路塞进雪岁塞下家六道继续塞 不少人都曾经历过 但最扯的是今年元旦廉假有人光是从宜兰 要回台北就塞了整整七小时吓死人 为了疏解春节期间可能再度涌现的庞大车潮 高公局和宜兴府说好六天廉假 从原本的夜间十一点到隔天凌晨六点 北上七小时的免收费时段 再往后延长到八点变成九小时 再搭配最严格的扎道移控管制上路车潮 但学者担心这么做只会更塞 如果说八点开始塞车 我们可能要到十点十一点才可以疏解 万一这段时间又有新的交通量要上来 返家这时候塞车就不会得到疏解 一波波的交通量出来之后 我们可能整天就会变成塞车的现象 延长后原本夜间每小时 平均1800到2000辆次的车流量 预计能增加到2200辆次 多吸收了大约一成 但实在难保回堵到市区的惨况 不会再发生 半夜的时段我们收一般的费率 但是在容易塞车的时段 我们要收差别费率 让它收的比较贵 这样子的经费我们寄住在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可以去规划设计 透过警方的执法执行 让它能够大众运输优先 学者建议我有闭设科运专用到 让自用车有效减量 才是国五的塞车解药 但良药苦口这么做 民众能否接受 还有待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